早安 我剛剛吃完了早餐要準備去滑雪了 我就決定穿這一件 這個是雅宙拉利賽的好朋友 去年也是擔任副駕駛的 Reds送我的他们车队的衣服 昨天有问了老板他们是有跟出租滑雪板跟雪靴的运动器材行有配合 今天早上我起来看的时候好像是一度还是两度吧 在这边 我的器材行 不急 哈哈帮我打蜡这样增加滑度 超酷 我住的就是这一栋 比较老的屋子 但是阿伯阿姨还有管理员都很 似乎看起来没有很陡 但其实我跟你讲真的站上去很陡 就像我们冲浪 你站在堤防上看觉得浪好像小小的 可是当你踩到海里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哇塞这个浪怎么这么高 所以其实每一项运动都有它的危险性 我觉得不会的话 或者是像我距离上一次学习 其实是2019年了吧 但或许身体还有记忆 那就是来再找教练复习 或许会比较快 恢复记忆 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进步一点点 这个石打山滑雪场呢 它是比较旧式的 就是你看到周边有很多的一些旅馆啦 餐厅啦 出租啦 什么的都环绕在周围 就像好比我住的饭店也是在旁边一样 耶 我们终于坐上暖身了 刚刚刚暖身的时候当机 所以很可惜没有拍到教练带我们暖身 教练竟然说我们就从这个坡开始 你刚有多抖 我的妈呀 怎么可能 教练他说他会照顾我 先从如何穿雪板来学习吧 先戴手套不然可能会更大 谢谢教练帮我把Gopro拿过来 因为我现在穿好了雪板之后呢 我就不能动了 因为我连站都站不起来 大家看得出来在下雪吗 连纜车都看不见了 他要我先练习横向 板子变直就会冲得很快 但我现在完全不行 所以先从横的开始 Go straight OK Straigh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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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ight Woo 哈哈哈 OK OK 太棒了 太棒了 刚刚是正面的落叶飘横向的飘下去 教练刚刚就教我要反过来 倒退落叶飘 真的超害怕 因为你知道人往后 而且这是一个下坡 你一定会很害怕 所以刚刚偷偷练习一下下 教练很好 他一直说我做得很好 他一直说我做得很好 很好 很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加油 就像他们那样 就像他们那样 哈哈哈哈 好 这边看起来好动 嘿嘿嘿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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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看到天色也黑了 灯都亮了 然后雪也下得这么大 教练说好 现在差不多时间了 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回合 所以就从这里 一直滑到底 回到我们学校这里结束 最后一回合 加油 感谢观看 这会很长 必须 开发 走到Squad 回到Squad 對 好休息 對 好結束 謝謝我的教練 我愛你 謝謝 終於完成今天的課程 終於抓回一些回憶 很高興 因為覺得自己有學到 而且摔下來不會痛 但這次的雪非常鬆 你們看到外面還在下雪 剛剛有遇到一個台灣來的雪友 他說今年的雪真的很棒 雪況超好 滑起來非常的舒服 幸好我最後還是決定來了 然後有挑到一家這麼棒的Snowboard的學校 然後讓我能夠學習 希望下次糾團跟大家一起來 如果有想要跟我一起來這邊滑雪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喔 好我要回飯店洗澡了 全身都是臭汗臭死了 掰掰